其實你現在看了新聞 我們剛才談完之後 你會發現其實是真的可能會有了 其實你不說 我不知道 第一就是未來幾天都是強降雨 第二就是你有過超出了水位的涼米 之前我一直都以為應該是很悶的 應該是吃來的那些水壩 不悶就飛出來 飛出來下面的人水泡 但應該都是有限的東西 一旦排了之後都沒事的 我就這麼想 因為其實我一直都不相信真的可以整個坡塌下的 我相信它的設計經常想到這些問題 如果水位真的降雨降得很厲害 那就很難說了 就算它坡塌不塌 你依然下面的人都是受災的 你最多是頂著100%的水位 都不停地射出來 不停地悶射出來 接著你還是要排紅的 因為你想一下 我如果這麼高速的水流 我在這裡衝擊你的水壩 就在這裡捱不住了 一、兩分鐘就捱得住 而且就好像你剛才說的 其實它現在是涉感紅的情況下 它都超過了兩米的限制水位 現在的雨可能正在下降 那接下來五天還會繼續這樣下降 那可能它在現在兩米基礎上面 它又可能加了三、四米出來 就好像我剛才說的那樣 至少不是我理解的那種好像一個湖的狀態 一個狀態的水壩 它其實跟紫桂園一直去到毛山幾百公里的這個長江段 它通過增加長江水位的深度 還有更加寬的江面來得到處水的效果 相當於人為的將這個水壩加高了 那時候是否說長江三角的水最深的地方去到一百零百米 具體多少我不知道 但是七、八十塊一定有 是啊 你增加了這麼大的深度 如果你這個時候 哪怕是放一米的水出來 你都會給你下游一、兩百公里的江面 增加一米的水位 而且你還以這麼快的速度衝下去 你的水流速度這麼大 你就這樣衝下去 你下游的那些堤壩 是不是可以定得住這麼大的流速 那如果你說我現在要放的不是一米 我現在要放的是五米 我相信它現在已經是去到極限的了 如果你再這麼來 它還是會繼續上 可能還沒去到極限 但是如果你真的去到極限的話 你下游就頂不住了 你上游已經出現了洪水 而且上游你的壩體就說可能是更厲害 可能是中國最厲害的壩體而已 但是你上邊還有不同的小水壩 還有長江山法在往上的水壩叫什麼名字 剛剛才看完 而且你剛才說的這些 都還沒說到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 水壩頂得住 但是你山都頂不住了 不知道會不會有地震啊 有什麼其他災害 災害 是啊 它在往上是角洲壩 這個都做得住的 角洲壩都是厲害的 當然厲害啦 角洲那一段 哈哈哈哈 所以如果你說有地震 有泥石流 如果有什麼延室湖 其實這些不是藝人聳聽的 我覺得這些其實是已經正在發生著 是一個正在發生著的事情 所以真是 那就是好笑這方面新聞看的 經常都是台灣的 都是這些暴風捉影的新聞 哈哈哈哈 所以這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為什麼我好思考 我不太多看中國的新聞 就是這個原因就是 一來你看到那些都是一些來自於 香港和台灣的暴風捉影的新聞 第二就是你一直聽到阿爺那些 增強民族凌聚力的新聞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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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你就看到 鬼佬那種潑壯水的新聞 所以你 但是理論上呢 你之前發過的視頻 這類型的視頻應該會多了 如果真是各個城市水浸 這些港大抖音用戶都會 我當時是Youtube上面找的 我現在想BillyBilly看看 因為我已經不怎麼用BillyBilly了 我們來講重慶水災 水災 災是怎樣的 是啊 有啊 有四條片 一共只有四條片 三條片 四川水災 你現在還未有料到 應該可能過多幾天才 哦 四川水災就多了 哦 四川水災其實只有一條 哦 不是啊 四川水災直接是沒有了 看來是被阿爺奉起了 是啊 哈哈哈 阿爺對於新的輿論戰場都很熟悉 知道這些人很熟悉 哦 不是 如果你寫貴州暴雨的話就多一點 貴州暴雨就多一點 有差不多十條 四川暴雨 這些你提一個就已經知道了 因為以前 就是早前不是廣州水災嗎 廣東水災嗎 那些很多東西看 鋪天蓋地 是啊 沒理由的 你這麼大範圍 無聊到 無聊到 我的理解就是沒事了 大家沒有片看就是無聊到 不是 無聊到才是厲害的 就是危險 唉 算了 我們不要說這些事 我們只可以說希望他沒事了 就是 作為海外華人 肯定希望自己祖國繁榮昌盛 希望共產黨落手不要那麼狠 善良一點 溫柔一點 是啊 如果你要什麼的話就抓你彭的女兒上去 到最後還是希望沒事了 我還記得你彭的女兒說給你靠能力上去 哈哈哈 他真的很有能力 他真的